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小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公民行動議員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10點 在中正大學金聲金時廣播電台 FM88.1的頻段當中會播出 在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會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網站也會有現場的直播之後 在公共網站 會有後續完整的播出 那我們知道馬來西亞最近這幾年 其實都會看到有一群穿黃色衣服的朋友 他們會上街 而且這人數看起來 每一年都非常非常的多 這主要是因為 馬來西亞在這個所謂的推動 所謂的乾淨選舉的活動 事實上如果你曾經到過 馬來西亞去參加過 或是看過他們的選舉 你一定會覺得這個場面 是非常非常的壯觀 我其實在2013年也曾經到 馬來西亞去官選過 看到他們的選舉的過程 實在是非常的精采 你也可以看到 馬來西亞朋友 其實在這個民主政治的追求上面 其實你會發現 充滿了很大的熱情 所以在上個月的月底 其實 競選盟 馬來西亞競選盟 又再一次的走上街頭 來去表達他們 對於所謂的 馬來西亞政治的一些看法 然後在台北也有相關的聚集的行動 所以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就來邀請到的是 這個Bursay台灣的聯絡人 也是參與這一次在台灣的這個 活動的湯明月先生 來一起跟我們談這個話題哦 湯先生你好 對 管老師你好 今天非常謝謝你來參加我們的節目哦 請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Bursay 4.0是什麼樣的活動 或是Bursay 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為什麼馬來西亞會有 這個最近這幾年 不斷的有類似的活動的產生呢 呃說到Bursay 是呃 這是馬來文 那是乾淨的意思 嘿 那就是因為馬來西亞 一直都是那個國政 就是在執政 它五十多年 那在這中間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就是呃很多人會覺得 哎就是選舉制度 有一些問題 所以就是後來就是 呃這一群就是 呃 呃剛開始的時候 是由呃反對黨 以及社運團體 所組成的 後來就是 他們舉辦的第一次 就在2007年 那就是呃去 去集合來說 哎就是這個選舉制度 有點有點問題 那再來就是 呃2011年的時候 就是在改組 那時候就是在野黨已經 呃就是反對黨已經不在 這個團體裡面 啊主要都是社運團體 以及個人 個人所組成的 那就是呃在2011年 就是舉辦的第二次集會 那也是針對這個乾淨選舉呢 就是選舉制度就是去提出 哎就是有八項是需要提出啊 就是修改的部分 譬如說就是呃那個選民策 或者是說宣傳期等等 然後就是2012年 因為情況沒有改變 啊所以就是有呃就是4月28號 的時候就有第三次 那就是一直到2013年 就是選舉的時候 呃就是國政還是繼續 呃贏得全這個執政的權利 對那就是後來就是因為 最近有發生其他的問題 包括就是呃政府一些貪污的事件 或者是說就是呃那個 國家經濟是越來越不好 所以就是呃 競選盟再次舉辦第四次大集會 除了針對那個選舉制度以外 就是也在呃增加了其他的那個訴求 譬如說哎就是要求連結 然後就是針對國家經濟等等這樣子 嗯嗯 呃所以其實一開始 其實是在整個選舉制度上面的不滿 或者是呃希望提出一些這個不一樣的看法 那當然我們這次看到 是除了這個對選舉制度的一些意見之外 其實也包括這個國家的財政 國家的發展 甚至在一個所謂的政府裡面長期存在 被認為是一個貪污的問題 也許我們可以回到前面的這樣的一個話題 先來理解 就是到底馬來西亞的選舉制度是怎麼樣 發生了什麼事情 跟台灣有什麼不同嗎 為什麼每一年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朋友 上街要求這個選舉制度呃能夠有一些調整 或者是讓他可以更符合民主的 這種所謂的觀感跟這個所謂的效能 呃馬來西亞的選舉制度呢 就是有一些因為他主要是權利是在於那個 就是什麼時候選舉是主要是先看首相的決定 因為首相決定就是什麼時候解散國會 他透過最高元首就是一個一個皇室的代表 就是批准之後他才能夠宣布說解散國會 然後才就是有後續的一些選舉的一些呃程序 包括就是定下什麼時候提名日 什麼時候投票日這樣子 那所以他沒有一個固定的選舉的期間嗎 沒有 完全沒有 譬如說台灣會每隔四年要重新選舉一次總統 馬來西亞是沒有的 馬來西亞是四到五年 所以就看首相認爲什麼時候才是解散國會的最佳時機 嗯哼 所以這個首相的權利是非常非常大 對就是他覺得這個時候就是對他最有利 那他就可以解散國會 所以最快是四年最慢是五年 嗯哼 所以你們除了要求這個比較定期的選舉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一個馬來西亞在選舉制度上面的問題嗎 呃這個定期的話 其實可能就是馬來西亞人都應該就是沒有特別去要求 但主要是要求在選舉制度裡面是非常的公平 譬如說 哎就是選民策 因為馬來西亞的選民就是你要自己去登記才能夠就是成為選民 換句話說你即便是成年了 你已經有那個資格投票了 可是你還沒有登記的話 你是不能夠投票 那可是在這選民策裡面呢還是發現有一些就是幽靈選民 譬如說哎這一戶人家有就是十多二十個人是住在同一家 那是很奇怪的現象 如果我們去檢查的話我們會發現哎好像就是實際上這一戶並沒有那麼多人 那些人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就是一個值得我們去就是懷疑的那這只是其中一點那再來就是像不褪色的油墨 譬如說就是投票之後就是因為領取選票的時候那選舉的人員他會在你就是點上那個就是墨水就代表說你已經領過選票了你已經有投票的紀錄了 可是可是因為那種墨水其實是非常容易脫落那假設說哎就是我先投了一次 可是我又因為墨水就是褪色了那我又再回到這個投票地點冒用另外一個人的身份 而選舉人員他又知道就是知情的狀況下其實他是可以就是讓我在投第二次票 那這種情形就是可能會對就是執政黨有利因為他們可以就是雇用同一群人就是不停的投票不停的投票這樣子 因為也是沒有就是明顯的證據因為他的墨水已經褪色了 褪色對那就是還有就是包括像就是因為我剛剛有說就是先首相先宣布就是解散國會嘛 然後再來就是選委會就會根據當時的行程去決定說什麼時候提名什麼時候投票 那這中間往往就是會少過21天那你21就是很多時候就是甚至可能是7天以內 提名到投票就7天或者是14天那這種情形其實對在野黨非常不利 因為他們一下子就是找不到那麼多人力去表達他們的政見去就是傳達他們的訊息 那往往這一個時候就是執政黨就比較有利因為他有全國的力量就是包括公務員等等就是可以協助他就是去傳達關於國政政府的一些就是政見等等 所以就是這就是關於選舉其實包括就是像就是很多的制度裡面的一些瑕疵就是一些不公平的部分這樣子 因為這些就是有意無意就是讓國政政府就是有就是一直持著優勢的立場 也是說國政政府其實是擁有某種的這個選舉決定的這個所謂的主場的優勢 什麼時候選舉然後他會去挑一個他認為最有利的時機 剛剛也談到這個所謂的馬來西亞選舉當中 一些被人覺得一些光怪陸禮的現象 例如說我在2013年的時候其實也去馬來西亞看了選舉 然後我離開的時候剛好是投票的當天 我記得我離開之前其實看到一些反對黨的朋友都覺得說哇 好像這個票數還蠻不錯這一次應該會有一些可觀的席次 可是我坐飛機一到台灣我再打電話到馬來西亞之後發現哇不對了 就是票數開始出現逆轉了 然後有些地方開始有這個停燈了 這個所謂的停電的等等的情形 這在馬來西亞選舉裡面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嗎 關於停電這件事情在早幾屆的選舉還蠻常聽到 那這一屆的話就是我目前比較就是沒有那個證據證明 說哎就是哪一個選區停電而造成就是票就是票數逆轉的現象 那我手頭上比較沒有 那很有可能就是因為過去的可能國政政府真的有用過這樣的手段 所以就是大家會覺得哎就是這一次國政應該用同樣的招數 那我覺得這一次選舉會有就是跟我們的期望有這麼大的落差 我覺得很大的原因應該是可能反對的聲浪 或者是說就是期待都是集中在城市的選民 那相交的選民可能他能夠接觸的資源比較少 所以他能夠選的對象通常就是他會覺得哎就是對他好的就是國政政府 因為可能在野黨也沒有那個就是足夠的人力去告訴他們說哎就是為什麼你可以有其他的選擇 所以就是相交選民可能就是我覺得應該是這一次選舉的一個關鍵 因為他們會就是抱就是抱持著他們的想法 覺得國政政府才是他們的首選 所以他們就是會大大批的投票 那我們現在所看得到的因為都是網路世代 我們能夠接觸到通常就是城市選民的一些想法 嗯哼 這的確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馬來西亞出現在城鄉投票上面的這個差異 其實在很多的國家都可能出現類似的問題 那這次Bursley 4.0其實跟過去有一個很大不同地方 除了在選舉制度的這種所謂的要求 或者是希望他是一個乾淨選舉之外 其實也對於現在的馬來西亞的政府 特別是馬來西亞首相納吉 其實也提出了一些訴求 以及整個國家未來經濟發展的這個一些看法 那這次的馬來西亞政府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那為什麼在這次的這種所謂Bursley 4.0的時候 會有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不一樣可能就是今年剛實行的一個消費稅 也就是說假設你用就是100元你買了一樣東西 可是你要再增加就是6%也就是6元的那個消費稅 換句話說就是這樣的一個影響就是可能你原本就是只需要花100塊 你就可以買到你想要的可是現在就是你要106塊 這些都可能你是會覺得需要 當然可能就不會是屬於政府所列為就是民生必需品之類的 可是全部加起來的話可能就是會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就是人民其實對這個消費稅其實是非常不滿 那因為就是覺得生活已經夠不好了 那你還要就是再從我們身上挖一些錢 所以人民是非常的就是在 就是消費稅實行之後人民會覺得非常非常的不滿 那再加上就是首相他本身其實是現任的首相 那其他本身是非常有爭議的 那因為像是過去的一些他曾經就是發表 就是比對華人比較不友善的言論 那在上任首相之前其實也涉嫌 我是說涉嫌了就是去謀殺一個蒙古的女郎 那這也是馬來西亞人一直會覺得怎麼就是 就是有一個人被殺 那就是一個幕後的兇手很有可能就是現任的首相 那現在就是還沒有一個完全真實的證據 那再加上就是首相夫人 他本身就是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富有 那覺得人民就會覺得說 就是你們的錢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是貪污得來的嗎 或者是說就是還是說用什麼的管道去得到 那這一次就是最近有就是那個一馬公司的 那個所謂的那個貪污的事件 所以就人民對那個納吉的話 就是就更加不滿 所以競選盟就是這一次會就是有增加其他訴求 就是主要是針對就是這個國家經濟 或者說一個連結的政府這樣子 因為這也是人們所關心的議題 嗯這的確也是我們要特別再去關切的一個議題 不過我們知道在馬來西亞這個所謂Bursae 相關的這些活動 或者是我們可以看到在每次選舉當中 都會有一個訴求就是希望他是一個民主政治的 這種所謂的制衡的關係 可是說實在的 你到現場去看 你會發現華人的比例佔的是比較高的哦 那為什麼在這樣的一個 所關於追求民主的過程當中 呃 除了最所謂的一人一票 這種所謂的平等的概念之外 華人的比例看起來是比較高 這背後有隱藏著一些 所謂的種族的一些意識 或者種族衝突之間的一些問題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討論這個話題 您是來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惠客室呢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公民行動議員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 自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談馬來西亞 這最近這幾年的一些 友情抗議 或者是談舉出 這個所謂的特別提出了 乾淨選舉的這個問題哦 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Bursae台灣 是這一次的這個聯絡人 湯明月先生 湯明月你好 你好 我們知道在馬來西亞當中 其實最近這幾年的這個選舉 相關的這個活動 或者是席會遊行的活動 其實也越來越多 甚至這個人數也是相當的可觀 就是大概就一二十萬人上街 這樣的遊行在馬來西亞是被允許的嗎 或者是說 馬來西亞政府怎麼去看待遊行這件事情 我覺得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像Bursae是4.0這個活動在吉隆坡 在這個沙勞月的古境 在這個沙巴雅皮這個三地同時舉行 可是只有這個沙勞月的古境是受到允許的 對嗎 我之前沒特別注意 那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很可能就是 沙拉月他雖然也是國政的那個執政的州屬 對可是實際上就是並沒有武統的那個成員 那就是很有可能是一個很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就是對沙拉月的一個政府來說 他們可能就是因為人民的一個不滿的對象 主要是針對巫統 或者是說就是以巫統為首一個國政的幾個政黨 那就是所以沙拉月的那個執政的政府 他其實雖然說是都是國政的就是同僚 統一陣線 可是他們可能會覺得就是一種 我覺得會有一種坐山觀虎鬥的感覺 所以就是沙拉月的那個政府 就是會比較就是沒有特別去禁止這樣子 但反而是在西馬的那些就是各州屬 那因為就是還是主要都是國政的地盤 所以就是他們會採取各種方式 主要是想要制止人民就是集會遊行 但除了在這樣的一個差別之外 一般的集會遊行在這個馬來西亞 被允許的程度是怎麼樣 主要是看集會遊行的那一個訴求 或者說主要的對象 那因為就是這幾次就是比較大型的 通常就是他的那個訴求的對象就是現在的這個國政政府 所以就是國政政府就是會擔心 而因為允許你們集會遊行的話 那就是可能會影響到我的這個政權的穩定 所以就是他會想辦法就是盡量阻止人民去參與集會 但如果你這個集會遊行可能就是對政府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就是威脅 就是可能你的主要的訴求可能不是 就是針對現在的這一群的官員的話 那政府還是會允許 譬如說像之前我有印象就是可能就是婦女節的一個遊行 因為他主要是在講就是女性的權益 那像這一次前幾天的話 9月16號就是有那個紅山軍 因為他們的目的主要是針對就是之前8月的那一次的干禁選舉 也不是說去訴求現在的政府怎麼樣 所以紅山軍的那個集會其實相對來說就是算是政府默許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還是並不像台灣 他可能就是一定的時間 然後你只要把基本的資料提供給警政單位 那大體上來講雖然他們會有一個審核的過程 不過基本上都是一個所謂的報備的做法 馬來西亞其實在集會遊行上面還是由政府來決定 看你的主題來決定允不允許的這樣差別嗎 是的 我們知道在這一次的這個所謂的Burset 4.0的這個活動當中 我們當然可以看到在馬來西亞各個不同的種族 不管是馬來人或是印度人 其實也都有不同的人上街去這個抗議 那我們也知道在馬來西亞的選舉的時候 其實都會不斷的喊出一個叫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就是說 他應該是包含各種不同種族的這種所謂的 一種所謂的抗議或是對民主政治的要求 那在這過程當中雖然是這樣子去看 雖然是這樣子喊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相關的遊行當中 看起來華人的比例還是佔的比較高 對嗎 如果是在Burset 4.0也就是這一次的那個集會遊行的話 就是華人是佔大多數是沒錯 那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可能就是 這一次的話可能少了就是對馬來西亞人比較有影響力的政黨去加入 那過去的就是Burset的前第一次的話就是以馬來西亞為主 第二次跟第三次的話就是華人才開始就是有比較多的現象 那這一次的話就是華人佔大多數 我覺得一個關鍵的原因可能就是 對於馬來西亞人比較有影響力的就是那個伊斯蘭黨 他並沒有就是參與這一次的集會 所以就是在馬來西亞人的群眾就是被號召的群眾就少了很多 這是我自己覺得就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因素這樣子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 我覺得就是馬來西亞的那個社會運動其實它很大程度上 其實還是依靠就是反對黨的那個動員能力 那就是沒有台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社運人士 他或者說團體他能夠就是動員到一些人就是像藍綠兩銀 就是去施壓或者是說提出訴求 那馬來西亞的話就是大部分還是就是依附在政黨底下 那很有可能就是馬來西亞大部分人民就是也都期待著就是 在就是反對黨他上海之後就是能夠改善馬來西亞的所有狀況 所以他們會比較就是能夠受到就是反對黨的那個號召 而在反對黨裡面就是伊斯蘭黨他本身就是這一次可能就是對於 這個我不太清楚但是他這一次是沒有參與 所以但馬來西亞群眾是他最穩固的一個就是班底 如果他沒有參與這一次的那個集會的話 那就是參與的馬來西亞也就會變得比較少 嗯嗯我們知道在這個馬來西亞的這個教育體制當中 在過去一直存在的對華人的這樣的一個相對之下是公平的 可不可以請你跟我們談一下在整個教育制度上面 對於所謂馬來人印度人或者是在對華人上面 馬來西亞政府有一些什麼樣的差異的做法 呃馬來西亞的主要的那個教育資源都會放在就是所謂的政府體系的那個學校 因為他們的他認為這個學校應該是理論上應該是所有國民都進來就讀 所以他都把資源就是放在這個所謂的就是國民學校 那呃當然就是華人跟印度人本身也有就是自己的一個對教育的需求 那譬如說就是呃希望多一些就是中午就是學習華文的一些結束 後時候就是學習印度印度文的那個就是時間 所以那個叫呃小學方面就是還是有那個華文小學跟蛋米爾小學 就是印度人的小學 那就是呃到中學到大學的話基本上就是沒有呃就是呃 怎麼說應該是到中學的階段就只有一個體系就是政府的體系就是啊 國民學校這樣子那華人也有自己的那個自己私人辦的那個學校 可是他就不是不是屬於在就是政府體系裡面 所以就是在整個就是資源上面就是政府他會優先放在這個所謂政府體系的學校 可是政府體系裡面的大部分的求學的呃學生呢都是馬來人 所以就是某種程度上我們會覺得哎就是政府都偏就是偏就是 就是偏袒就是馬來人而就是對華人或者說印度人會比較就是沒有被照顧 嗯為什麼政府體系所辦的學校裡面他大部分都是馬來人 而這個華人跟印度人相對是比較少他有一些什麼樣的差異性的對待嗎 或者是說為什麼呃華人或者是呃印度人是不去參與這個所謂政府體系的學校 呃我覺得華呃以以華人來說的話 那就是華人對於那個文化的傳承就是會很在意 所以就是在呃至少會希望接受至少就是小學六年的教育 就是有基本的聽說讀寫的能力 那呃如果就是進到馬來學校就是所謂的政府體系學校 因為他學習中文的時間比較少 嗯而且不是必修也不是必修 那所以就是在於就是所謂就是傳承中華文化上面呃華人會覺得 哎政府體系的學校並沒有辦法滿足我的需求 然後再加上就是在很多華人認為說 哎因為就是政府體系的學校裡面大部分都是馬來人 那馬來人就會比較懶惰之類的就是 但是所以華人就更加不想要就是把孩子送進這個政府體系的學校 他們反而會就是希望說哎就是有華人為主的一個學校 因為他們會覺得這才能夠就是好好的教育他們的孩子 他們會覺得就是呃政府體系的學校的老師都不太近折 這是華人的普遍的印象一種感覺 對華人的普遍的一種感覺 我們知道在教育體制上面的確有剛剛提到的一些問題 那在政治權力上面呢在選舉上面呢在整個政府的這個所謂的這種 所謂的種族的分布上面也會有一些差異性嗎 嗯如果是在政府體系裡面的官員也好或者是軍隊也好就是 還是以馬來人為主 那呃就是當然也不是說華人呃不想參與 可是因為在整個環境裡面他就是華人會覺得哎自己是被打壓的 所以就也沒有增加就是要進入政府體系或者是說就是去當兵的一個意願 華人大部分就是在求學結束之後他可能會進入到的都是比較就是私領域的會就是應該說私人界會比較多 他們會覺得哎就是這才能夠就是發揮他的他的能力 在馬來人就是居多的環境裡面他會覺得會被打壓 嗯哼嗯哼 那在選舉制度上面也都是一樣也是一人一票然後任何的種族都可以公平選舉嗎 對理論上應該是這樣子但呃因為現在國政政府他國政的就是一個團隊 那他有裡面好多就是他裡面有好多個政黨那其實叫做烏統就是以馬人為主 那就是以代表華人就是馬華工會代表印度人的就是國大黨 那還有就是其他政黨這樣子那可是在這個團隊裡面就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團隊他並不是平起平坐 嗯哼而是巫統獨大就是可以說是呃他是最大的其他的都是算是小弟這樣子 那從這個這個權力的分配來講的話我們可以看得到整個馬來西亞的狀況也是如此 因為代表華人的馬華工會或者是說代表印度人的國大黨他在國這裡面他的地位其實並沒有那麼高 雖然理論上就是呃都是夥伴應該是平起平坐 可是在實際的情形下他是呃就是屬於是類似就是二等的那個 嗯第二第二線的那個政黨那整就是換到整個國家的環境來講的話 就是也無形中就是讓就是馬來西亞的華人或者是說印度人或者其他種族就變成就是一種二等公民的樣子 嗯哼不過呃即使是馬華工會是在這個執政的國政聯盟裡面其實他還是屬於執政者 那難道他真正是變成是剛剛談到比較一等的而不當小弟之後 他他在這個執政上面對所有的馬來西亞政府就會比較好嗎 嗯我管老師意思是說就是如果他變就是平起平坐的話會有比較好嗎 嗯哼我覺得也不一定因為可能就是在這幾十年來就是馬華工會的那個呃表現 那可能就是大部分的馬來西亞華人其實都呃不太滿意 因為他們會會覺得就是說哎就是呃馬華工會的可能就是會就是自居二等公民 所以就是對於馬華工會的那個呃信心並沒有那麼足夠 但如果就是平起平坐的話嗯也許會好一些 但我不覺得我不覺得就是一定會變得非常好 因為就是呃在整個馬來西亞的狀況來說就是馬來人還是很多人會認為這個土地是他們的 那華人或者是說印度人的是外來者 所以就是他們會會有一就是很多馬來人會有一個想法就是說哎就是我讓你居住在這個土地上 那就是一種施捨一種恩惠 那所以就是對於呃對於華人來說他可能會覺得哎我已經在這邊就是土生土長 為什麼我還就是會被視為就是外來者這樣子 所以即便是馬華工會有他一定的那個權勢或者是說就可以跟巫統平起平坐 但也不見得就是華人的那個呃地位會比較好 這是我個人認為嗯不過我想除了在一個國家的政治裡面 除了這個種族族群之間的權力的差別之外 事實上另外一個更簡更更實際的一個區分方式是有權力跟沒有權力的差別 因為有權力的人他通常不管是什麼種族他對於所謂的弱勢者 恐怕也是存在了一些所謂的壓迫或是不平等的這個對待啊 那呃我想最後一個問題想要請到我們知道 不是4.0已經這個四次的大型的這個聚會了 那對馬來西亞的這個政治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舉辦之後我覺得就是 嗯如果是前幾次的話我覺得一定就是對馬來西亞的政堂有一定的那個影響 因為大家就是已經開始就是呃就是會覺得對於現任的那個職政府不滿就是會有一點點影響 像最近這一次就是2013年的大選就是已經過去的話就是國政都是穩穩站就是呃大部分的議席或者說票數也是啊大部分那可是這一次會有一點點不一樣那2013年的那個雖然說政府國政政府他還是贏得了大部分議席 可是如果我們算總的票數的話 嗯嗯所以他是算是稍微少一點點那反而是反對黨或者說獨立人士所就是贏得的那個票數其實是加起來是超過國政政府的 嗯嗯對所以就是我覺得多少還是會有一點影響那至於這一次4.0會對整個馬來西亞政黨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呃可能還是要需要就是長遠的來看因為現在短期之內可能就是沒辦法就是看著這麼呃就是會有明顯的變化這樣子 嗯哼的確我想一個政治上面的這個改變喔特別是面對一個比較已經固著這麼長的政治權力的挑戰 恐怕也不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就能夠一舉能夠有一些大的轉變而常常必須要在一點一滴透過人民的力量來累積來慢慢往前喔 今天非常謝謝波什臺灣呷鄭出發的是臺灣的這個疊路人唐曼雅先生來接受我們訪問 謝謝你也是要下一次機會能夠再請教你有關馬來西亞的問題謝謝 心中的黑暗 灯开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月子梦 往前走 继续达去梦想